他就已經將薩姆爾帶到聖殿 放下在以利身邊 學習如何去侍奉神 以後他就不會時時見到他的兒子薩姆爾了 因為去聖殿都是一年一次的 我相信哈拿一定很捨不得 捨不得怎麼樣 我猜一想起薩姆爾 一想起自己最愛的兒子不在身邊 他就討告 他就討告 哈拿是一個很懂得討告的一個婦人 他一定不會忘記為他兒子討告 所以後來薩姆爾長大之後 成為祭司 成為士師 又成為先知 一生集三個要職 他媽媽的討告 一定是有很大的功勞在那裡 第三位的母親 是摩西的媽媽 摩西的媽媽 很多人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其實他叫做若基別 你說我們怎麼知道摩西的媽媽為摩西祈禱呢 是 他連一句討文都沒有記在聖經那裡 不同耶穌的媽媽有一篇討告文 不同哈拿有一篇的討告文 若基別連一句祈禱的話都沒有記在聖經那裡 但是你記不記得 他亦都是等到摩西斷了奶 他就要將摩西帶回皇宮 交給法老王的女兒 就是當時埃及的公主 他沒有機會再見摩西了 但是很奇怪 希伯來書說摩西長大了 他不願意做法老王的女兒 那些公主的兒子 他寧願跟神的百姓 一起接受苦難 他都不願意享受皇宮的富貴榮華 為何摩西知道他是神的百姓呢 為何他不會受了埃及的文化 那些風俗 那些邪神假偶的影響呢 我相信是他媽媽不斷為他祈禱 因為如果以摩西只是留在媽媽身邊 斷了奶 他就已經離開媽媽了 就算媽媽在那時候教他的東西 他可能都不會記得很多 不會記得很深 但是他能夠有這麼好的表現 知道自己是神的百姓 他能夠敬畏獨一的真神 是媽媽為他祷告 那我相信我介紹這三位的母親 聖經真的沒有明文的記載 說他為他的兒女祈禱 但是我認為 須不重亦不願意 那以下我會介紹五位 這五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甚至有些是大家認識的 不單止是媽媽 其中有一位是爸爸 他是怎樣為他的兒女祈禱 他們留下很好的榜樣 值得我們去效法的 第一位就是戴德生的媽媽 戴德生其實生長是一個很敬虔的家庭 他小時候他爸爸已經 早晚帶著他們有家庭的禮拜 常常接待全都人在家裡居住 所以戴德生小時候以餘目掩 都是聖經的教訓 都是很敬虔 很愛主的人的事職 但是他十五歲的時候 他爸爸鼓勵他去銀行 做一個文員見一下世面 只是做了九個月而已 但是這九個月就令到戴德生的信仰 翻天覆地 因為他所認識的同事不信耶穌 個個微笑他 說他樂午 說他古老 說他那麼傻 還相信這本聖經 這本聖經已經不合潮流 不合這個時代 你還相信 所以他的信仰受了很大的衝擊 他不敢說給父母聽 但是媽媽就發現 他做完這份工回來 在他面上沒有了笑容 他發現他的兒子 好像跟以前不同 很不開心 媽媽沒有問什麼原因 不過媽媽心知肚明 所以他媽媽就為他的兒子 得救的事來祈禱 兩年之後 戴德生17歲的時候 他媽媽去了探他姨媽 在他兒子那裡住兩個禮拜 但德生在家裡無聊 他就去到書房 找爸爸的書來看 就看到有一張單章 哎呀 他的單章當然是 開頭就講一件故事 後面就講一些教訓 不過這麼悶 儘管薄薄地拿來看 大本的書 我又沒有心機看了 其實那張單章很簡單 就講一個染了肺病 快要死的一個煤礦工人 他很怕死 他很害怕 他基督徒的朋友 就跟他傳福音 勸他信耶穌 結果他接受耶穌做救主 離開世界的時候 他有把握 有盼望 有平安 那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 真實的故事 他是令大德生火焰大悟 原來耶穌基督是我的救主 他在十字架成就了這個救恩 為什麼我今天不相信他呢 他就跪在書房裡 認罪悔改 他交代他妹妹 不要告訴媽媽 他說媽媽度完假回來 我要把這份禮物送給媽媽 我知道媽媽很掛念我 那個淑蓮的生命 果然 沒有多久他媽媽度完假回來 大德生開門 一見到媽媽 他就說媽媽 我有一份禮物要送給你 你一定很開心的 為什麼媽媽抱著他 他說兒子不用說了 我知道是什麼禮物 你已經重生得救了 他說 為什麼妹妹不守信用 他寫信告訴你 媽媽說不是 兒子 我一直為你祈禱 在兒媽度假那裡 我每天都為你祈禱 有一天我祈禱 祈禱一半 我覺得神已經聽了我的祈禱 所以我把祈禱轉為讚美 兩母子對一對那個時間 原來就是大德生跪在書房 認罪悔改那個時間 他媽媽在兒媽的家裡 為兒子祈禱 清楚知道神已經答應了他的祈禱 母親的祈禱 令到兒子重生得救 第二位的媽媽 就是劉文和牧師的媽媽 劉牧師來過我們教會講道 他親口講他的見證 他媽媽其實在條頸嶺 是做女傳道 現在叫做將軍澳 你可想他媽媽多淒涼 自己全福音勸人悔改 信耶穌的兒子吸毒 但是劉牧師說 他媽媽不斷為他祈禱 他家裡的大門永遠不上鎖 媽媽說你什麼時候要回來 家一定歡迎你 廚房裡面一定留了好湯給你喝 但是他從來都不回家 直到有一次 他們的黑幫鞋鬥 他被人劈了一刀 送了入聯合醫院 他記得他臨昏迷之前 他的心說 如果我好回來 我一定要報仇 但當他醒來的時候 他發現是躺在醫院裡 媽媽跪在床邊 媽媽說 兒子 我看見你的眼 是有仇恨的眼光 恨不可以解決事情 恨只能夠叫你死亡 恨不能夠幫助你 你認罪悔改 耶穌愛你 主耶穌仍然願意收納你 媽媽為了你祈禱 你悔改 他就因為媽媽這樣的愛 這樣的討告 這樣的提醒 他就悔改 現在他是做一些戒毒的工作 我很記得散會之後 因為那天我亦都在台上 是負責代討 我記得當時我問劉牧師 我問劉牧師 你悔改 現在做這麼好的福音戒毒的工作 你媽媽知道嗎 他說爸爸就不知道了 爸爸已經離開世界了 媽媽知道 媽媽來過台灣 參觀過我戒毒的工作 感謝神 一位肯為兒子討告的母親 將一個墮落的孩子挽救回來 現在成為神國道的精兵 第三位為女兒討告的 是何爾斯教士 何爾斯教士 大家或者不太認識他 這是一個中文名 其實他的英文名是Ruth Hitchcock 他跟我們的家庭有很密切的關係 因為劉牧師九歲 就沒有了爸爸媽媽 就去到何爾斯教士開辦的孤兒院 在那裡長大 所以何爾斯教士 好像是他第二個媽媽一樣 他叫他媽媽 何爾斯教士是在美國 聖巴巴拉那一個城 他爸爸很有錢的 生了兩顆女兒 開一個大的果園 種了金山橙的所謂 然後開了一間百貨公司 但是他爸爸媽媽很愛主 又去時時接待傳道人 來他家裡居住 何爾斯教士十歲的時候 在一個晚餐桌上 聽見一個傳道人 是在中國傳福音 現在度假在他們家裡居住 這個傳道人是牧師 他就說每年的冬季 在中國的東北 其中有一個省 我忘記是什麼省份 肯有一個農夫 推著一輛木頭車 來到他們的福音堂 求他們派一些傳道人 去他們的鄉村 跟他們說耶穌 他說因為冬天 我們不會再落田耕種 所以男人全部都有空 最好向我們說耶穌 但是兩年 足足兩年 他都很失望 因為他說他們真的抽不到 有任何一個宣教士 能夠放下工作 可以跟這個農夫 去到他們的鄉下 留下來一個冬季 向他們說福音 很失望 兩年都推著空的木頭車 這樣就回去 何教士當時是十歲 他說我去 當他這樣一說 他才想起自己 不過是十歲大 所以他就很不好意思地坐下 媽媽看在眼裡 他知道他的女兒有這個心 從那天開始 他不斷為他的女兒Roof 討告 但是慢慢 何教士長大了 他開始在暑假的時候 幫忙打理百貨公司